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 也是不在同一个组里 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参考 并且我们相信 从他们的晋级成绩来看 两个人还是有所保留的 在本届全员会当中 李宾杰已经拿到了 400米自由泳的一枚银牌 同时在4×100字的 接力比赛里面获得了铜牌 一枚五百米自由泳的比赛 也是室内的竞速游泳当中 距离最长的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这个项目也被列为是正式的设项 同时加入到奥运大家庭呢 还有男子800米自由泳 以及男女混合参赛的 4×100米混合泳接力 王蒋佳和在第一个转身之后 排在第一 礼宾杰第二 周传珍是排在第三位 1500米自由泳呢 它的游程相对比较漫长 总体来说 可以把整个游程分为三个阶段 每500米为一个阶段 运动员在这三个阶段里面 它的体能分配 包括游程的战术 是略有不同的 对于各位选手来说 相对比较节能 节省体力的油法 是一个匀速的油法 不要忽快忽慢 因为变速油呢 确实是会增加体能的消耗 王蒋佳和也代表中国队 参加了这个项目 在东京奥运会的竞争 获得了第四名 在东京奥运会上 它的每一个50米 都是控制的比较精确的 在31秒4到31秒6之间 其实在今天这场比赛上 王蒋佳和除了对于 金牌的争取和渴望之外 还是要把自己的目标呢 放在争取到一个 比较好的成绩 虽然在东京奥运会当中 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但是对于年轻的辽宁选手来说 现在仍然是成绩的成长期 1500米的游程比较长 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和广大的观众朋友讨论一下 因为有很多的游泳爱好者 在自己日常的游泳锻炼当中 更多的是参与这种相对 绝对强度并不是那么高 尽可能的拉长游进距离的游泳锻炼 实际上游泳是一种对于身体健康 非常好的锻炼方式 同时由于在水中进行 水中的浮力可以有效地保护身体的各个关节 减少运动损伤的行程 那么游泳呢 它最主要的一个对于我们的健康 有锻炼或者说是有力作用的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呼吸系统 是非常友好的 有很好的锻炼作用 因为在游泳的时候 胸部受到了12公斤到15公斤的水中的压力 再加上我们平时在游泳锻炼当中 泳池的水温是要低于体温的 这种冷水的刺激 也可以促使人们更加用力地呼吸 以及加大呼吸深度 坚持一段时间的锻炼之后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整个呼吸系统 它的健康状况跟以前相比呢 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数据啊 来向大家做一个对比 比如说普通人的肺活量 一般是在3200到3700 这是成年人的 这样的一个肺活量的区域范围 那呼吸差呢 是在4到8厘米 所谓的呼吸差就是 我们在吸气和呼气之间 凶围的差距 而这些专业的游泳选手 经过了长年的训练之后 肺活量可以达到7000毫升 呼吸差达到12到15厘米 这就意味着 他们的呼吸系统是功能更加强大的 我们的一般的游泳爱好者 也是可以通过一个长时间系统 并且是合理科学的训练 来达到提升自己 呼吸系统健康的目的 现在各位选手 第一个500米已经几乎要游完了 王简佳和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 目前来看王简佳和李冰杰 他们两位 在这一场较量当中 实际上是要给大家形成上演一场一对一的PK 主要还是看李冰杰他的后城 是不是能够跟得上王简佳和 因为李冰杰在最近的几个赛季 他的训练重点呢 确实是从81500 逐渐的向更短距离转移 这个镜头看得比较清楚 在这样的正面PK当中 两个人也是显示出 截人不同的滑水的技术特点 李冰杰的个子并没有王简佳和那么高 绝对力量也没有王简那么好 所以他的滑水频率呢 实际上要比对手更快一些 每一滑的长度 也就是这个滑程会略微短一些 必须要通过更快的滑频 来补充自己速度上的损失 而王简佳和 是一个身材比较高挑 必长更长的运动员 他的每一滑的距离 每一滑的滑程要更长一些 所以就可以适当地放慢滑频 另外在前程的游进里面 中长距离选手会适当地 降低自己的打腿频率 因为腿部是距离心脏最远的直端 所以过快的打腿频率 会增加心脏的负荷 在前程的游进当中 这些中长距离的选手 打腿并不是主要的推进力 更多的是保持身体的平衡 有不少的运动员 在前一千米 打腿的频率都是 两次到四次腿 最后的冲刺阶段 是要加到六次腿 李冰杰现在反超王剑加和 两个人之间还是比较接近的 在长距离自由泳当中 一些有经验的运动员 也是会特别注意自己和主要对手之间的距离差异 既不要被对手的节奏带乱 同时呢 也不能够落下的太远 两个人几乎是齐头并进的 只差了0.03秒 长距离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过去的五十米两个人也是完全同速的 礼宾节每一个五十米的滑水次数是三十六到三十七次 这个比王俭佳和还是要多一些 字幕志愿者 王简佳和回程的50米 滑平是每50米有32个动作 这两位选手还挺有意思的 都是左边的呼吸侧 所以去城的时候 李兵杰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 自己和王简佳和之间身体的位置差 而回程的时候 就变成了辽宁选手 更加方便地观察对手 这个回程游完 两个人就要完成1000米的游进了 第二个阶段已经完成 那么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呢 常规的一些关键的段落 是在1200米到1300米 这一个段落当中 有的运动员如果加速较早的话 有可能会在1100到1150 李兵杰还是比较习惯于贴着泳道现泳 而且是远离王简佳和的这一次 其实在日常训练当中 运动员呢 他们的这个 一起训练的人数啊 没有那么多 不少的选手 还是习惯于一人一道 或者是比较少人 来分享一个道次 来到比赛场地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的比赛 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 往往是多人共享一个道次 所以现场呢 也是有裁判员 不停地向运动员强调 强调 一个是要打圈游 就是不管是去城还是回城 都要按照 涌道的右侧 右侧行驶来游进 边道 零道和九道呢 则是冲刺道 运动员呢 在这里单向来练习冲发和冲刺 我们来看到 是李兵杰率先发起了进攻 在1100米的时候 李兵杰在今天加速 还是比较早的 1100米就已经试图要甩开王剑家河了 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 是超过了一秒 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 身体位置明显 跟刚才相比 也已经没有粘得那么紧了 李兵杰在这个转身之后 领先王剑家河2秒49 王剑家河还是要尽可能地要跟一下 如果在这个位置被落下来的话 后面要冲刺追回来 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李兵杰也并不是那种非常冲动的 头脑一热就发起进攻的运动员 他之所以在今天比较早的来进行加速 应该还是对自己的体能状态更加的有信心 李兵杰在持续的加速 过去的50米 已经领先王剑家河 这有一个50米就领先了王剑家河将近一秒 现场来看 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差已经接近10米 李兵杰在持续的加速 从划手的时较来看还是非常轻松的 往往在1250米到1300米 这是1500这个游程相对比较辛苦的一个阶段 运动员也是同样要面对极点的挑战 这时候缺氧的反应会比较严重 再加上肌肉的酸软 比较容易出现速度的下降 目前来看 李兵杰还是游得非常的轻 每次的滑手都很粘水 王剑家河进一步的与李兵杰拉开了差距 现在两个人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5秒 李兵杰已经顶过自己的极点了 刚刚这50米游下来 李兵杰已经度过了最难受的时期 王剑家河确实越游越沉 这时候腿像两个沙袋一样坠在后面 看起来游得非常的吃力 而李兵杰的身后像拖着一个小小的螺旋桨 脚腕的抖动非常的轻巧 又给自己增加了推进力 这个位置看得非常的清楚 王剑家河游到15米的时候 还剩15米的时候李兵杰还剩5米 那么现在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是正好10 位置差是正好10米 进入到最后一圈 李兵杰完成1400米的成绩是14分55秒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李兵杰距离这枚金牌还剩50米 李兵杰已经开始冲刺了 锤的频率已经加上来了 王剑家河也在冲刺 尽可能的缩小于李兵杰之间的位置差 河北姑娘确实游得非常的轻松 向着自己的这枚全运金牌冲过去 越游越快到边 15分58秒43 河北选手李兵杰获得了这枚女子 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辽宁选手王剑家河收获了一枚银牌 第三名的争夺也非常的激烈 辽宁选手侯雅文最终技高一筹 也登上了领奖台 非常的不容易啊 这也是李兵杰在本届全运会当中 收获的第一枚金牌 之前他也是代表河北队拿到了 女子400米自由泳的银牌 以及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铜牌 王剑家河的完赛成绩是16分06秒11 其实之后王剑家河还是拍了拍李兵杰的头 其实河北选手在今天游得非常出色 刚过1100米就展示出自己对这个项目金牌的渴望 进攻的时机选择得非常早啊 而且从整个比赛的过程能够感觉到 李兵杰在最近啊 他的训练水平确实非常的高 游氧储备很充分 游得很轻松 实际上在1500米的游程当中 厚400米 他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比较高速的状况下完成的 在最后的50米仍然有明显的冲刺 以此1500米作用的决赛结束 李兵杰拿到冠军 王剑家河来自辽宁的选手获得了这枚银牌 他的队友侯雅文获得了铜牌